欢迎回来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春节期间 美国南加州华人妇女团体金国会 在创会会长张素九大姐府邸 举行了一场甜蜜温馨的新春庆祝活动 会长张素九大姐率领众多金国会姐妹 和多位男性荣誉顾问齐聚一堂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陈小义 谢时波代表中国领馆到场祝贺 活动上张素九大姐首先介绍了 她去北京参加金色使者全球总决赛时 获得影响力金奖第三名的心得 另外 于清 刘丽两位金国会重要成员 介绍了他们赴广州济南大学 参加由国务院侨办举办的第69期 中华才艺培训班学习收获 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春节期间 美国男家华人妇女团体金国会 在创会会长张素九大姐府邸 举行了一场温馨甜蜜的新春庆祝活动 会长张素九大姐率领众多金国会姐妹 和多位男性荣誉顾问齐聚一堂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陈小义 谢时波代表总领馆到场祝贺 当天的活动由金国会执行会长陈杰主持 金国会会长张素九大姐首先致辞 今天是我们金国会的聚会 一方面是大家在一起 对于说庆祝春节 就是亲的一年的春节大家相聚 第二就是说我们去年 这个总领馆给我们两个名额 派了两位到中国去学习 那么今天让他们给我们做一个汇报演出 汇报一下就是学习的情况 学习的内容这样 第三呢我们每年我们每个月 都要办一次给这个我们的姐妹们的生日 所以今天呢是一月二月的生日呢 给这些姐妹们的过生日 送他们花送他们礼物 给他们切蛋糕等等吧 每年都做这个事情 金国会自成立以来 经常举办各种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大家齐聚一堂 共同庆祝中国传统节日 新春佳节 活动一开始 张硕九大姐 向大家介绍了 他去北京参加金色使者 全球总决赛时 获得影响力金奖第三名 以及参加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庆祝活动时 获得山登奖等荣誉的喜悦 另外宇清刘丽 两位金国会会员 介绍了他们赴广州 济南大学参加国桥办第69期 中华才艺旗袍培训班的学习收获 我们通过这样短短的两个星期 学习到了我们中国的经典的传统文化 除了旗袍 我们还学习了剪纸 杂染 还有射件 等等 我们通过这个学习 大家都认识到 我们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使命感 和对祖国文化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我们都学员 每个学员都表态 我们回到我们各自的 乔居的国家 我们一定会尽力 为海外华人 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呼喊 汉天卫视记者 吕立川 洛杉矶采访报道 再来看NBA方面的消息 亚特兰大老鹰坐镇主场迎来 胜安多尼奥马斯的挑战 首截比赛 此前状态火热的老鹰新秀特雷养 手感不佳 六次出手仅有一次命中 而另一篇 阿尔德里奇则是表现稳定 首截砍下8分 带领球队在首截取得 27比23的领先 次节比赛 马斯在开场打出一波 10比4的小高潮 将分差扩大到两位数 但是老鹰迅速做出回应 多点开花 在上半场还剩59.2秒时 凭借贝兹摩尔的一记三分 将比分反超 最终带着56比53的领先优势 进入中场休息 一边在战 前两截手感不佳的特雷养 扛起老鹰进攻的大棋 单截砍下11分 但是马斯的阿尔德里奇 手感同样火热 单截砍下13分 三篮板 带队追平并反超了比分 三截战霸 双方战成80比77 马斯夺回了领先优势 末节比赛 双方陷入艰苦的拉锯战 老鹰穷追不舍 但是始终没能反超比分 最终马斯以111比104的比分 战胜老鹰 另一边 芝加哥公牛主场迎战 费城76人 开场76人打出一波12比4取得领先 暂停回来 公牛在拉文的带领下 回敬一波9比0 将比分反超 节目 雷迪克连中两季三分 帮助76人扳平比分 四节比赛 双方打得十分胶着 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 本节两队各取27分 半场战霸 双方依旧平分 一边再战 哈里斯连的5分 76人稍稍拉开比分 随后拉文 离突外投 独得13分 帮助公牛重新夺得领先优势 节目 斯科特两分打进 并且命中三分 76人再次将比分超出 末节比赛 76人连续命中发球 恩尼斯标进三分 双方分差来到两位数 随后公牛打出一波10比0 追平比分 关键时刻 拉文两分打进 公牛以108比107拿下比赛 波士顿凯尔特人 同一天客场挑战国王 首节比赛 两支球队僵持了大半截 国王依靠着末段 内外结合命中 三季三分的表现 打出15比7的攻势 确立起6分领先 结束第一节 自节开局 双方互标3分 不过国王的攻势 很快回落 凯尔特人则凯尔特人则凭借着一波12比0的攻势 扭转比分 末端双方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希尔德最后时刻扣篮追平比分 半场战霸 双方49战平 休息回来 双方僵持了半截的时间 凯尔特人依靠着三季三分打破僵局 他们就此掀起一波13比1的攻势 拉开比分 但顽强的国王 末端同样是内外结合 连拿5分 将比分重新追至5分进入第四节 莫杰国王虽然一直稳步追分 但依靠着希尔德制造3分犯规 三罚群众追平比分 海沃德最后一刻 大心脏命中投篮杀死比赛 巴恩斯随后3分绝杀不中 最终开尔特人111比109险胜国王拿下比赛 单浮绝金 客场挑战洛杉矶湖人 比赛开始后 巴顿连续命中两季3分 绝金取得8比2的不错开局 詹姆斯迅速用同样的方式 欢迎颜色 第一节后半段 呼人中将手感冰凉 绝金先后打出12比0和8比0的进攻高潮 比分瞬间被拉开 首节打完绝金以43比25 领先呼人18分 四节比赛 莫里斯和比斯利在外线手感火热 绝金继续扩大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 詹姆斯半场得到17分 职业生涯常规赛总分超越乔丹 升至历史第四 半场战霸 绝金以66比49 领先呼人17分 一边在战 绝金中将的进攻效率出现下降 麦基在内线接连取分 哈特也找到外线手感 呼人单节打出28比19 第三节打完 绝金以85比77 领先呼人8分 末节比赛 詹姆斯带领呼人 打出一波6比0 分差一度来到只有2分 哈里斯单人连得11分 帮助绝金 重新确立领先优势 呼人未能在中场前逆转比赛 最终绝金 克场115比99 立刻呼人 哈里斯坦 比赛的 赛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的寒天卫视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子彤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